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妮,今天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的穿搭 這支影片是跟我的愛白PolyLulu合作 因為有很多人會私訊詢問我說我出國都穿什麼衣服 然後或是希望我可以分享穿搭 雖然我覺得我在穿搭上面不算是非常的專業 但我還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那這樣的穿搭會比較偏向棉花糖女孩一些 我現在身高是161公分 體重借在70公斤上下 會因為有沒有出國走很多路或是有沒有運動等等 會有一些波動 首先第一件我要推薦的是這個 它是比較襯衫型的衣服 然後它是長版的 我覺得這種衣服非常非常適合搭飛機的時候穿 因為你可能需要走來走去轉機然後搭飛機 所以你可以穿盡可能輕便的衣服 所以我通常搭飛機的時候我都會穿那種就是一件式的 然後像這件襯衫它雖然看起來很普通 但我覺得襯衫真的是最不會出錯的款式 然後它的肩線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比較oversize一點 所以你就可以很修飾你的肩膀之外 它這邊有一個束帶 我覺得棉花糖女孩選衣服真的要依據你的特色去選 像我就是我算是有腰身的人 所以我選衣服基本上都會選擇這種有束帶可以讓腰身突顯出來 就可以修飾其他部分的比例 長度剛剛好你只要搭一個便鞋運動鞋都很好看 然後你搭高跟鞋也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所以這件很推薦就是你如果去搭飛機啊或是日常出門都可以穿 上班其實也蠻適合的 接下來這套是我覺得上班族OL或是你有一些正式場合要去穿起來會非常有氣勢的一套 這個襯衫是我自己配的 然後這件是在韓國買的白襯衫 然後它是毫無肩線 沒有啦就是它的肩線不會鎖得很緊 就是顯得你好像肩膀很寬 它的設計就是讓你的上半身看起來是比較顯瘦 然後它是有點寬鬆的版型就是蠻基本款的白襯衫 但是基本款白襯衫 你再加上一個比較厲害一點的褲子 就是這件啦 它是一條寬褲 但我覺得它的設計很特別 因為它這邊前面這一塊的設計 你知道棉花糖女孩最常會有小腹的問題 但它前面這一塊基本上就是可以把你的小腹豎起來 讓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自己可能我的小腹比較猖狂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點突出 然後我這個時候就會決定是不是要穿一點 稍微束腹能力緊一點的褲子 但基本上它這邊的設計是有修飾到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小小的心機 就是它側面是有做開插的設計 然後它插開的算是到大腿中間 我覺得是開在一個剛剛好的地方 但是你就可以稍微小露腿顯得比例上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一件穿上去的位置它大概是偏高腰的位置 所以整個人看起來就會非常的修長 我覺得棉花糖女孩要挑寬褲真的會有點困難 因為很長在大腿上面就卡住 或者是大腿可以 但是腰就顯得太寬 但這一件就不會 它其實是剛剛好 就大腿剛剛好 然後腰也是剛剛好 最後一套是稍微偏比較可愛一點點的感覺 是這個 但我覺得它也是很適合 上班或是出去玩的時候穿 因為它就是一個夾兩件式 然後黑色的上衣會比較顯瘦一點 然後它又搭配了格紋 比較流行的元素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它的尾巴 因為它有做一點可愛的魚尾 然後而且它是拼接式的喔 就是它是一邊有魚尾一邊是沒有的 但這樣的設置就可以在你轉圈拍照的時候很好看 然後而且也可以修飾你的腿型 它一樣是有一個袋子 你這樣子看你會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寬鬆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棉花糖女孩穿寬鬆其實是一個不正確的刻板印象 雖然穿寬鬆會讓你穿得很舒服 你也一定穿得下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很像孕婦或是會顯胖 但如果你加上了一個綁帶 它就會有顯瘦的效果 就會讓你有腰身出來整體就不會看起來那麼的臭腫 然後也不會覺得好像肚子很大的感覺 所以這件就是稍微比較可愛風一點 我覺得出去玩還蠻適合穿這一套的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尺寸的部分 因為Polylulu的版型跟 就每一件的版型會不太一樣 然後尺寸上也有很詳細的尺寸表可以對照 我通常整件的洋裝我會買XL 但是這一件 因為我是想要有比較寬鬆的效果 所以我是有買到2XL 那如果是一般的下半身 像剛剛寬闊的尺寸就是XL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依照 因為寬闊我想要穿得比較和聲一點 就可以比較顯瘦一些 我覺得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身型 去好好的測量 然後再去他們官網上對照 那如果你也是棉花糖女孩 然後最近有找衣服的困擾 推薦Polylulu給大家 然後今天是很簡單的分享我 就是棉花糖女孩的穿搭Petball 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或是你想要知道我平常穿搭更多的細節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雖然我覺得我自己對穿搭沒有到很擅長 但我還是會努力把我所知道的分享給大家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近期很喜歡的幾件穿搭 喜歡請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